好 欢迎各位回来 我们现在继续回到巴西利亚 来关注在马内加丁查国家体育场进行的这场四国女主邀请赛的小组赛 中文队和巴西队的比赛 上半场的巴西队是2比0领先 两个进球我们也都看到了 一个是中文队门将王菲确实出现了失误 角力控球的时候汤大了 被对方在门前抢断 造成打空门 第二个球是中文队进区前的犯规 直接认一球在湖顶 那个球打的质量确实很高 必须得承认巴西女族的这种队员的个人能力 技术上的这种优势 那么中文队确实让我们感觉 上半场四十五分钟看下来 踢的还是有一些积极的东西 还是有一些亮点 队员们首先在心态上调整的非常好 一点都不处 因为巴西是世界级的这种强队 另外在中国女族近些年和巴西队交手的历史上是完全没有胜绩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抢手 中文队完全不处对方 就敢于和你去拼身体也好 敢于和你去走脚下 你看中文队现在依然是打这种脚下的传切的配合 打得非常的好 另外就是在进攻上 中文队很有想法 就把球控制在地面上 通过这种地面的这种短传渗透 来向前来推进 来尽可能的达成自己的这种战术目标 这个是非常积极的 需要提升的地方呢 其实是防守 就防守让人感觉呢 还是在对手的一种强 在这种对手的前场压迫之下 会有些慌乱 在互相之间的弥补衔接上 还有些不足 中文队前场的角球 中文队第一个角球 挖起来 把阿西队投球解围了 中文队前场的角球 中文队前场 主裁判是过来向助理裁判质询一下 刚才场上的这个局面 这应该助理裁判向主裁判 这是申诉中文队的工作人员吗 这是中文队 有队员是把球一号码穿错了 17号是古雅沙穿的球一 中文队把球一号码给穿错了 就这样的场上出现两个17号 在上半场比赛 对你看 龟雅沙穿着17号 在上半场已经换下了这个 换下了韩鹏 现在出俩17号 把裁判给整晕了 三门 里面 ra DESさん 中文荣 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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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